小胖 嗨 我現在可以很遠的開場了 我們今天來到西門町 要近一點嗎 還是第一年好了 今天這個歷史小教室來囉 西門町會叫西門町是因為 它是在古台北城的西門外 所以這邊又叫做西門町 當初這邊是一片荒芜 日子時期的時候 日本人想把這邊打造成 像東京前朝一樣的商業娛樂所 就是一個一整片的商業區 就開始建造娛樂場所 像是第一個台北座1897年建造 接下來是榮座還有八角座 八角座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紅樓 全台灣第一個電影院也是在西門町喔 是1911年的時候 芳什麼町 奶芳町 芳乃町 芳乃町 就滿滿逐漸發展 像現在這樣子非常熱鬧的西門町 那我們看這歷史悠久的娛樂鬧區 現在有什麼必吃好吃的吧 GO 等一下 忘了本集最重要 我們有Donate的爸爸贊助本集播出 讓我們感謝SATO 謝謝爸爸謝謝 你知道嗎 台灣有很多食品小店鋪 可是像這種網路販售啊 非直接販售 或是海外進口的產品呢 其實根據台灣史安法的規定 都是需要貼上中文成分的標籤 讓我們掌聲歡迎 SATO標籤機 又比於傳統列印標籤機 它不用墨水 用不同產品的標籤 需要購買不同規格的標籤卷 這台通通不用 只要一卷 不管長的、短的、橫的、直的標籤 一次印到底 而且還附贈SATO設計的貼心APP 只要編輯好內容跟成分 輕鬆插入USB 響力標籤 價格通通沒問題 不用再另外使用Word、Excel、編輯Layout 而且可以依對多台標籤機 可以簡易的將資料同步作業 還可以依照放進去的資料長度 自己計算標籤長度後列印與切斷 但是怕口說無憑 但是我們找了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手作曲奇的品牌 然後他在北側捷運站 有一個小店鋪 我們呢 讓他們實際使用一個月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心得如何 他們是在捷運Metro Corner裡面的 卡爆Pastry 好的 那我們今天要實際探訪 我們把這個SATO的標籤機 給卡爆Pastry 使用了一個月之後的心得 走 歡迎我們的小鮮肉大羅 嗨 講好話喔 蠻方便的 就是你可以把這邊品項 跟你想要的品名直接列出來 偵測它文字的長度 就有長有短 然後它會自己拆切 假如你有10個品項資料 它就可以自動生成10個標籤規格 你有20個就一時類推 它就生成20個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是無底值的單規格好材 就是等於你這些 都是從一個紙捲印出來的 你就不用去買這樣子 大大小小不同的標籤 沒錯 它沒有底值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人家來講很方便 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生產 所以我拿起來 我就可以直接貼 不用去擔心說 我還要一個絲的動作 其實以時間上來說 就是一個浪費的動作 再說這一個嗎 這個是 沒錯 這是傳統的貼紙 它進去呢 你還要這樣子印出來之後 你只能印這個大小以外 你還要再用手去把它剝掉 那SATO呢 它是可以針對你的成分 去客製化你的長跟短這樣子 沒有底值怎麼樣 是不是 就是更環保呢 沒錯 哇 這樣就可以快速完成 生產線貼標籤的動作囉 登登 登 登 那最後我們一起謝謝卡爆Patch 幫我們實際試用一個月 還行吧 真的還行吧 其實蠻方便的 其實是蠻好用 蠻好貼的 那有興趣可以來台北車站 那個阪南線連通 到來找小鮮肉買餅乾囉 我們在M4旁邊 我們在肉一下 把它肉一下 是蚊子咬嗎 還是奶頭 那這是被跳走咬 我都不理解 我幫你壓十字好了 這個壓十字 不是很確定的 這個畫面 最後再次感謝沙頭爸爸的肚內內 你假如是個人工作室啊 或是你身邊有朋友在創業啊 在做網路販售這種 需要標籤機啊 成分表啊 像這種首飾甜點什麼都可以使用 那現在好康優惠來了 只要在7月4號以前呢 透過我們影片下方的連結去下單去填表格呢 原價呢39900 現在呢限責1000塊是38900 優惠只到7月4號趕快 然後到板南線去西門町 第一間直接來我的私心愛店 我之前拍過啊 有 現在想到它的控肉就 一夾子餐飲 你沒看錯啊 它一整年365天開店到結束 都是這樣子大排場的 很多人 今天隊伍已經算還好了 來了 我們點一個烘肉飯一包 還有豬腸豬血湯 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這樣大概等至35分鐘 距離我們上次吃其實東西都有變貴 兩年 我們上次吃來掛包是45塊 然後現在是60 控肉本上次來是80 現在是110 所以漲幅大概都有30% 大家太辛苦了吧 但我還是會來吃 因為我最無法抗拒的 就是他們家那個 滷到焦糖色的那個肥肉 很香 吃在掛包嗎 還對急走 你知道肥肉的地方很像那個 蓮花糖 就在你嘴裡這樣子化開來 裡面灑滿的花生粉啊 酸菜香菜 它口面其實是很厚的 但料給很多 這份好好吃喔 那我比如說 他們家是甜肥路線的 因為有些人會不喜歡吃這種 我覺得口味就是陰兒而已 突然打起預防針 但我是喜歡這種甜肥肉路線的 所以這間是我的菜單 小罪惡 然後花生粉也甜 所以這整份其實是偏甜路線 可是鹹味的滷汁也很重 兩種不同的口味 然後又有酸菜跟香菜 在旁邊變很重 古早味舞池 它大家在裡面手牽手轉圈 有沒有感覺到 很好吃喔 還有一個我也很愛吃的就是它的 烤肉本 乳肉是一樣的乳肉 但是膠本就是很高爽 你們看這個焦糖色 好爽喔 這個人太多了不敢跳出來 它的小黃瓜跟這個 辣菜脯 阿里的辣菜脯真的是畫龍點睛 不然就會吃飯 可能回去要多攝取一點青菜 可是你在吃 胖胖本有沒有在追求健康嗎 你看這焦糖焦脂肥肉 喔 來 趕快吃一次 喔 是不是很爽 我老了之後會不會變200塊 可是我還是會再來排隊 你看它的豬血豬腸湯 它其實裡面有沙茶酸菜 還有滿滿的韭菜以外 你看它的料 超多耶 每一口都是滿滿的料 豬腸豬血湯也 它口味很重 重到有點像再吃臭臭鍋的那種感覺 有有 因為它裡面有沙茶 味道好重 好啦 這間就是這樣 很罪惡很擋口鼻 所以我們其實會稍微 一段時間來吃一次 不然會滿膩的 一定要回味一下 對 我從小吃到大喔 這間我真的是從小 你也吃了半夾子了 對耶 完食 接下來是在一夾子附近 也是老店 好吃的永富冰淇淋 馬上遇到選擇障礙 選擇障礙 我們點的是雞蛋草莓跟李梅 是李梅的 有什麼 蜜餞本人 它其實是做的 沒有那麼酸的路線 它味道滿清淡的 很像那個廟裡面發那個 煎紮果嘛 有點像那個味道 我覺得李梅口味沒有吃到蜜餞的話 會偏淡 沒有那種酸的衝擊感 嗯 那吃吃看草莓 它草莓的顏色比較 比較不草莓 比較不天然 小鮮愛草莓吃吃看 這間就是那個 拔噗啦 古早味冰淇淋 拔噗 我覺得它的口味比較童趣 但假如想要追求那種 很大人很酸的草莓 有吃到草莓籽 或是有吃到蜜餞的酸的話 很天然的味道的話 嗯 這個就不是那個李梅 那如果你喜歡古早味懷舊感 這就有吃了 對這個是認真有在懷舊感 你看這個就是拔噗冰淇淋啊 那個質地 那個莎莎的感覺 有人間小破病 我第一次吃冰吃到草莓縮起來 我沒有用力喔 我就正常講話 真的有詞情 這還滿好聽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西門商圈 但是呢 這邊基本上我都沒有覺得 特別好吃的東西 我跟小鮮很常來這邊 因為我就過個橋就來看電影 可是我來這邊都是連鎖耶 有氣管的小雞啊 拉麵啊 佐藤咖哩 對 就盡量挖好盡量挖 上去裡面都沒吃的喔 有一排 好 我們去吃看看 有一間天天粒很久了 不確定還好不好吃 因為我很久沒吃了 小時候吃蚵仔煎和滷肉飯 好像滿厲害的 明明到明了 天天粒 好多人 學生回憶耶 來了 這裡滷肉飯呢拜託一定要加一個蛋 它會煎到有點半熟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蚵仔煎 70元 它是比較橘紅的醬 然後表皮是煎到有點微微焦 嗯 我剛剛看到在做的時候 它其實每一份蚵仔都可以滿大顆的耶 而且中間也是鼻涕狀 兩種口感都有 我覺得冠冠會愛死 很鼻涕嗎 它中間勾芡到不行 薑稍微偏甜 然後蓋一點蒜味 有點那個番茄的感覺 我覺得是好吃的蚵仔煎 蔬菜也算滿多的 裡面整體是比較勾芡口感 然後蛋啊蔬菜也滿多的 但是蚵仔也算大的 厚度也厚 就算滿有份量的蚵仔煎 這好吃的耶 看不看這好好吃喔 好鼻涕好香喔 乳酪飯請大家撒一點白胡椒 我覺得它飯有點煎太熟了 我想要再更你知道嗎 半熟 吃一點 一口半 一口半 是不是要撒白胡椒 要要要 然後那個香氣整個出來 然後配上那個乳酪的香氣 其實味道很重很好吃 我覺得假如要拌再更 半熟一點的話 整個乳酪飯會更濕潤 更滑水 因為乳酪是比較常見的乳酪 比較山蟲的那麼驚豔 瘦肉有點肉造型 這種乳酪飯本身不是我的菜 可是它這樣子加蛋加白胡椒 對而言是另外一個料理 對… 我個人是肥肉派的 我也是 跟我以前吃 我覺得味道沒有跑掉耶 但我覺得加白胡椒跟加蛋 好搭喔 厲害吧 很搭 天天利手上什麼 國外的雜誌和網站 整間店只有我們兩個台灣人 就都是外國人 接下來帶你約會喝咖啡 風打咖啡 這間什麼時候要排隊了 我怎麼不知道 還很長耶 我很喜歡的是這間的核桃酥跟雞仔餅 裡面還長這樣子 我買了冰拿鐵 然後它是用林鳳寧的FYI一下 我覺得只要有人會介意的話 我買了核桃酥跟雞仔餅 那我多買以前 因為我媽也愛吃這件 雞仔餅它是有點鹹的 它鹹甜鹹甜的 很好吃 核桃酥也很好吃 吃給你看 沒聽過雞仔餅吧 沒有 你聞看你先聞 是不是滿香的 是香的 有一種中式餅的味道 它是一種廣州的點心 然後裡面是用豬油 還有用糖醃過的肉末下去做的 就有點 甜的那種肉燥餅乾的感覺 看的線很像小時候 婚禮會吃到西餅的感覺 所以綠豆胖裡面不是也會加肉燥嗎 對對對 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糖跟豬油的香氣很重 可是我很喜歡它 脆脆的口感 咬到中間有點小小濕潤的感覺 豬油味很重 想吃這個人家稍微有點心理準備 有鹹有油 有點油蔥味對不對 對 肉末油蔥這樣 我好像沒認真喝過豐大的咖啡 我們今天還幫大家鑑定看看 我覺得它拿鐵滿有層次的 然後偏酸 然後奶味從後面才跑出來 其實還滿好喝的 只是這樣子一小杯 一百三 一小巷 小巷 我覺得這首層次的咖啡 對啦 我覺得還滿好喝的 核桃酥就有核桃酥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很厲害的是 他們家的核桃酥 我很喜歡它的空氣感 空氣感 你哪一口就知道我在做什麼 它不是紮實的 不是紮實的 對不對 對 它中間是非常蓬鬆的 而且那個核桃酥的香氣很重 這好吃的對不對 我也會黏牙那種 結果完全不是 鬆鬆的 那你嘴裡會粉碎那種對不對 好吃吧 這個好吃 天天立更風雜都是我會想回放的 人不知道為什麼下台隊 鼎鼎大名的西門紅樓 它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八角樓 大家不要害羞 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稍微逛一下 它是現在台北西區現存最古老的建築 它的頂部它其實是個十字架的形狀 聽說當初在建的時候是跟台北的風水有關這樣子 就像北車跟原山大飯店都是跟 對 因為原山大飯店就是台北的龍穴啊 然後一路這樣子直直下 都好多喔 還好還好 然後裡面怎麼樣 很涼 對 可以再睡冷氣 然後它更進來這邊十字架這一塊 它就有一些商店啊文創的東西 大家可以進來晃一下 來大家吃最害怕的東西囉 玉米冰 全台灣98%人都無法接受的玉米冰 沒有很多人喜歡洋季冰店 我們點了一個花生玉米加湯圓 啊因為有小憲哥 我就禮貌性的有點一半花生啊 謝謝 很不客氣 有人可以接受玉米都在冰裡面嗎 加一加一好吃 洋季呢他們是自稱 他們是第一個把玉米加到冰上的冰店喔 來試試看 啊 綠巨人 我覺得這樣湯圓有點太多了 花生也太多了 我覺得要整碗都玉米了就好了 我知道少有什麼煉乳 因為我以往很愛吃的是 因為玉米加煉乳 很像那個 甜的玉米濃湯 對 我們點是它的綜合有花生有湯有玉米 我覺得味道有點太多了 比玉米推廣大使來說 我推薦大家點玉米牛奶冰 就純粹的玉米跟牛奶 而且冰的質地最好是雪花冰 我覺得跟爆冰好像沒有這麼的搭 市林有一間它是玉米雪花冰 喔好好吃喔 它化身很像那個燉燒爛爛的艾滋味味 蠻古早味的 那是一咬就化掉的 這些料出偏少 因為我們吃每兩口就剩下冰 然後這個一份一百冰 我覺得也是有點小偏貴 我知道差在哪啊 我一共喜歡的玉米冰是那個每一顆都飽滿那個 它好像是那個玉米醬罐頭 它不是玉米粒 所以它裡面的玉米都已經有點貼稀稀爛爛爛的鮮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有口感 我喜歡吃玉米粒的那種冰 然後我覺得它的湯圓也沒有那個糯米香 即便咬到很後面 就很像在吃有嚼勁的澱粉 有一點空虛感 花生跟玉米也好混搭喔 小側的那個 都會有拍士林的 可以留來點玉米冰給他們 我一定要把玉米冰叫美好的 推廣給大家吃 希望這我止步就可以了 不用太往下去了 可是你自己說士林那些你喜歡嗎 還是B是這個 正經兵一完食 接下來是在189對面的 600cc木瓜牛奶 我們很常路過耶 可是我們沒喝過 就是我們整理名單的時候 有滿多人推薦的 我們來喝喝看 等一下我看到一個東西 還要進去嗎 那這間的牛奶呢 是用那個萬丹 也就是 也是胃圈 要喝喝看 建議的就 要略過囉 我覺得它沒那麼濃 我覺得木瓜太爽了 奶味也很重 木瓜牛奶風味 可是這個我還滿喜歡的 對 它的蘿蔔蘋果汁是有點酸酸的 因為它是用那個機器 現炸的汁 因為我是愛喝蘋果蘿蔔汁的人 它滿原汁原味的 但70塊也是小貝的 是70 是電量環境很復古 有冷氣 老派約會 就是現在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這邊就是 鼎鼎大名的美國街 很多壁畫啊 塗鴉 然後很多那個 現箱很重的那種 超福店 欸 我很喜歡這個壁畫啦 未來感 就是這條 可是以前開滿滿的耶 現在好像 不知道是疫情的關係 很多店都沒了 然後以前這邊 店都是那個你知道嗎 線箱會點很重啊 然後你進去看 店員不會來理你 大家可以來這邊的壁畫拍拍照 不得了不得了 接下來我帶大家來到西門町的 核心重鎮最高總部 萬年商業大樓 萬年大樓以前的地位呢 最相當於現在101 就是最新潮的流星指標 都在這一棟 然後旁邊那個 獅子林大樓啊 就是微風南山的感覺 就是這邊最時尚最先驅的地方 那有W Hotel嗎 可能就是那個什麼 艾發客就是 艾克發客 愛發客就是 以前的W吧 我不知道 艾克發客 你想講錯 好丟 不是故意 你們把自己的興趣講出來好不好 我是艾佩發 怎麼會這樣子嗎 我朋友 以前裡面有溜冰場 就像小巨蛋那樣子 裡面可以溜冰耶 冰宮 冰宮 對 裡面有耶 那你怎麼知道有冰宮 你是聽說的啊 不太清楚了 而且好像在五樓 可能去過很多次 沒有 裡面有吃的喔 帶大家來看到是什麼 是美食街的概念嗎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 以前那時候就有美食街 都沒有往下走過耶 其實這裡的美食街 都好正常在運作 然後很多老店這樣子 大家可以下來晃一晃嗎 有是不是來過這麼多次 不知道這裡 我不知道 厲害吧 來 老山東牛肉麵 聽說樓下的店小二 金圓排骨跟老山東 都老店 這是學生最愛 因為它東西真的很便宜 裡面空間其實還滿大的喔 來了 牛肉麵 你們看它的牛肉 是大塊的 而且它麵是粗的那種 是粗麵的 就是說老闆是山東人 然後自己出來揉麵團開麵店 水餃是只有一個桃味 它是豬肉韭菜的 然後香港人超愛吃的 豬皮金丼 是他們自己現做的 我剛才看到它有一盆在那邊 然後他們這樣子 切切切切切塊很漂亮 它的麵長得很隨性耶 一臉就是手做的樣子 就稍微不修邊 不規則 九九九的路線 九九九啦 就是九九九 麵疙瘩的感覺對不對 我覺得稍微再更軟嫩一點點 沒有麵疙瘩那麼的有嚼勁 它牛肉厚到有點 旁邊是熟的 然後中間有點偏粉紅 你有看到嗎 很厚耶 我來吃吃看它的牛肉 好嫩 是軟嫩的耶 很入味 對 味道好貼心 因為外面現在吃到很多牛肉麵 都是偏乾乾的 而且有些些粉調 對 它的咬出肉的一絲絲 聞以至於還是嫩 然後那個滷汁其實很進去 南山都好吃 它湯的有一個重點是 它的牛油味也夠 字面上很多那種紅燒牛肉麵 我覺得它湯都偏好輕喔 就是沒有什麼肉香跟牛油香 就很像泡麵感 就是它紅燒中是帶有肉味的 那是香的肉味 而且這間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旁邊有一整鍋那個牛油 辣牛油 只要你味道不夠你再弄進去 你看我稍微裝起來 它已經怎麼凝固了啦 這間一定要這樣吃 有吃辣的人 拜託水餃一定要沾這個辣牛油 我超想要他們家的皮 它皮很有那個熟的麵力感 很有嚼勁跟彈性 他們家的水餃都是追求皮薄餡多入餡 它是皮很厚喔 甚至有點吃那個麵疙瘩乾 然後你攪一攪那個麵粉香氣 跟那個彈性就出來了 這麵皮好好吃喔 而且它內餡有餡餅的味道 豬肉餡餅 韭菜口味的感覺 再搭配他們家那個辣牛油 哇辣牛油是微微辣 可是好香喔 很香喔 整個味道都提升了 天啊 這個很準準感耶 咬一咬會稍微跟你牙齒 小搏鬥那種 這間有點小蛙到寶的感覺 深藏在萬年大樓的地下室 大家有機會來吃看 豬皮筋凍子 這個我就是長期來都比較偏不懂 對 我認識小仙道前來 他都不懂這東西 它是鹹果凍子 這個膠質中間會有那個豬皮 吃起來是冰冰涼涼的凍子 可是遙遙會咬出那個 醬油跟豬的香氣 可是很鹹香的 對啊 我第一次是他們家這個 我還滿喜歡的 小菜很多整個冰箱都是 你可以選起來 小時候那裡二樓可以上去 然後樓中樓那樣 現在沒有了 然後現在萬年這一棟裡面都賣鞋子 模型或是手機貼模型 也是可以來畫一畫 因為有時候可以挖到一些寶 這個也是很有名的鴨肉餅 但是今天沒有要吃 這個我媽愛吃啦 大家知道嗎 西門町有一間傳奇芋頭米粉湯 但是他現在已經休息了 謝阿姨美食吧 然後是今年2023年1月開始休息 那不要擔心他說 假如之後家裡整頓好之後呢 會再繼續出來 重新出來大家期待一下 會再出發 芋頭米粉非常之厲害 這點是會從這邊下去喔 嗯 小感慨小感慨 好啦 之後希望有人可以再吃到 其實在這一間聽說很酷 可是我也沒吃過 東伊排骨台北總店 聽說裡面有一個很酷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是大哥廳的風格 超酷的 不得了不得了這個穿梭感 來了 它排骨飯是在一個set 170元 很大塊耶 這邊很像老派約會耶 還有爵士樂 這邊意外的很舒服耶 而且冷氣很強 對 金光閃閃 可是我發現不管是客人還是店員 這邊年齡層都不知道 有點高零化社會 我現在人家地盤都在講話 哈哈 它的排骨你看很像那個脆皮路線的 泰克的排骨 對 我覺得這個氛圍太加分了 我很喜歡這裡 很舒服 酥脆 我覺得是比較少見的排骨路線 一往排骨炸過 可是它的皮不會那麼酥脆 它的皮是很酥脆 泰克雞排的路線 它的排骨分半分開放了 它就不會被這些配菜啊 或是滷汁這樣子弄濕 忽然的感覺 對對對 三個配菜 其實分量很大耶 這樣170 而且它配菜給得很好的 攪白筍花椰菜這樣子 而且還要拿到滷汁 其實一開始看到價錢會被嚇到 可是通常都覺得太吸引 可是通常都覺得太吸引 沒什麼味道的滷肉飯 哈哈 你怎麼吃那麼久 有點小瓜仔肉的感覺 對對對 味道也不重 微甜不鹹那種 然後很油 很油 超油 我覺得它醃漬的味道很古早味 有時候阿公阿嬤會買的排骨便當的味道 對對對 就中間再一點黑胡椒這樣 對對對 就是阿公阿嬤 我看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這邊吃飯 然後當咖啡聽這樣聊天 會不會以後我們老了去吃瓦咕瓦咕 然後年輕人走進瓦咕瓦咕 我就說 哇好復古的店喔 好可憐耶 拭目以待 我們40年後見 因為吃菜它那時候就是最新潮最時尚的店 對啊最下趴的 對 然後我們現在最下趴的 以後老了小朋友就覺得那很富 未來可能就是Cyberpunk那樣就是無印封已經不流行 就是最爽的那一種 啊無印耶 木頭白色好爽喔 完食 我記得以前這邊有一間便鎖耶 便鎖嗎 對它冰淇淋弄成大便形狀 台中也有然後有賣咖哩飯那個 還在 還在 而且這邊我記得還有一個窯烤披薩好像沒了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下面留言我們一起回憶 它有在賣嗎 我覺得沒有沒有了沒有了 青年級生站出來 可是我也吃過本壽耶 你也吃過嗎 我吃過台中的 你看童年代那邊裝 以前高中來逛西門町吃這個都最欣賞 然後那個阿毛那個石鍋拌飯 門口會有一隻黃金獵球 然後大家都說我在說什麼 還有什麼回憶趕快跟大家講 以前這邊今天窯烤披薩還蠻好吃的 我個人蠻喜歡的 那你們在NSN上面約的嗎 即時通啊 在上面約出來的 在上面約出來的 尖叫娃娃 那我要用什麼 對我要那個貼組然後會尖叫 然後還要改狀態 我狀態都是每天再不開心 憂鬱 這裡啦 獅子林聽過嗎 很有名耶 沒有 我記得我們在樓下聽過車 你看那個 這裝飾藝術很滑 就是以前那個 花鍋美學 以前那個什麼中山堂啊 什麼堂的就會用這種啊 你看你看看 以前那個獅子林戲院 剛剛那個叫金珠巨鳳的 看到嗎 沒有很想知道 金鑽石 好想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好的 一樓就是一些包膜區 全都是包膜店 從這邊可以稍微看出一些 蛛絲馬跡以前的流行 二樓是珍珠城 我們買珠寶的 三樓是電動遊樂 四樓是金絲寶絲戲院 觀光透明電梯 以前只要電梯是透明 就可以變觀光了 有感受到那個人帶感 有復古味道出來了 哇 丁美禮服 看過現在都好像營業吧 燈都開著 當然有在營業 花狗貝書來這邊做衣服 花狗貝書來這邊嗎 是嗎 好像是耶 因為以前這邊很多那個秀場啊 酒廳 所以他們小姐都來這邊做衣服 啊 感覺深夜 設在這邊買衣服 這些都是神啊 他家大的衣櫃 他手不踢發出一個我很害怕的手 氣喊喊喊喊 他好像快解體了 有點小煙味 有這邊煙味蠻重的 現在看起來三樓好像有點荒廢了 那邊應該是類似 爬慶索打電動的地方 三樓非常適合拍恐怖片 好啦 四樓就是星光影城了 冷漠冷漠 蘇菲亞禮服耶 他們都很歐美 多少英文名字 這邊又是省的啊 這邊是省的 這個也好適合省 這個也很適合省 你可以來獅子林逛一下 獅子林島的導覽就先到這邊 降落囉 接下來是檸檬屋蜂蜜苦瓜汁 我們自己喝 他們苦瓜我剛看它是用線炸的 來檸檬屋居然不是喝檸檬系列 我們來喝喝看 我們點的是蜂蜜苦瓜汁 這杯多少 110耶 苦瓜有那麼貴嗎 剛才幫我回答一下 我覺得變很像 風瓜草 因為它加了蜂蜜甜甜的關係 苦瓜味好像比較淡一些 對 就是還有這種淺淺的瓜味 對 可是又有蜂蜜的甜 有點往冬瓜去了這樣 會有個苦瓜味對在嘴巴 對 可是是回甘的那種苦瓜味 我覺得不會到不怕 甚至會讓我吸第二口 第三口 衝突的好喝耶 為什麼 所以我們兩個快喝完這一杯了呢 今天硬硬但是實質算滿悶的 小悶 喝這個還滿舒爽的 還行啦 我覺得還行 可是110太貴了 電腦要再格 接下來這邊也是真的必吃的 老天鹿乳味 姐姐你好 兩個百葉 鴨舌鴨腸 好的 我們躲在旁邊的金屍裡面吃 那個老天鹿我們這樣買這一袋是440元 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裡面就是連腦買不到 他就挑自己喜歡的品牌 來耶 不過它是那種冰乳味 這個還是熱的 常溫的 甚至有點溫溫的 它上面是帶點聞辣 然後它滷汁好像是用冰糖 然後八角 米酒 三星蔥醬油 等等的下去用 表皮很有味道 可是中間就是比較純百豔喔 純豆腐的味道 必點的是這個脆腸 那它是雞腸 我覺得這一份比較能感受 它的滷汁很厲害 雞腸就是表面機會比較多 所以它被包覆到的滷汁比較多 辣的香氣就有出來 那老天鹿最招牌就是這個辣味 稍微溫和以上的辣是舒服的 有滿滿的滷汁感 但我覺得它很適合冰材吃耶 冰冰的也會很好吃 它不是那種偏甜或偏鹹的 它是整個都很中和集中在最中間 辣 甜 鹹 香氣都剛剛好的那種水準 每一個都有 所以你講不出偏甜或偏鹹這樣 味道很豐富 對 你試一下就說 比例很剛好 然後老天鹿這樣子 我外帶了鴨翅 鴨蛇 因為這兩個吃我不吃的是 我介紹給媽媽吃的 我媽媽常愛吃老天鹿 他說他們以前看電影都買得吃啊 看電影媽媽也很醉去東一排骨吃飯 是不是以為你的喇叭壞掉呢 沒有 所以我們這邊忘記開麥克風 最後一件是阿中炭烤 這一段應該是要說 食材很多 選擇很多 而且看起來都滿新鮮的 魷魚新鮮 蔥很翠綠 這邊有什麼 喔對 剛剛沒有人一排到我 就大排掃 완전趕快找業配 阿中炭烤鬼 the厲害的地方是 鋁脖子 っていう白紙 你為什麼怪 zij 怪貓 故意看 你是怪 cann怪�el 因為吃燥烤 bread McCullers luego 遇到冷掉的 你看這個 用鋁脖子保溫的袋子 實裝真的超級有誠意耶 好 我們馬上先來吃這個應該是豬肉包蔥 我們來吃吃看 它裡面的蔥很多汁 我記得那時候吃裡面咬還咬出那個水分 然後它的調味呢 主要是偏鹹 然後上面灑滿了白芝麻 來吃吃看香菇 也是咬出水的很多汁 我們那時候還有講什麼 它是那個炭烤界的牛兒老師 很會飽濕 每一個品項我覺得都好吃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自己喜歡什麼夾什麼 最後結論就是我們那天吃阿中炭烤 都是深得我們心 大家有去西門町的話呢可以吃吃看 阿中讚 好 那我們結束了西門町一天吃爆美食 我覺得西門町稍微早下還是很多好吃的耶 而且我覺得這邊有那種時代交會的感覺 有很新潮的啊 也有那種中西大歌廳 也有這種日字建築物 其實今天這樣子一整天下 我覺得還蠻好玩蠻好吃的 然後小吃到餐廳 各種國家的料理都有 我老實說我們來這邊基本上都看電影 然後就隨便找個東西吃 其實沒有這樣子稍微認真吃西門町 本集呢最後再感謝沙頭董內內 趕快順便有那個創業啊 開小鋪啊 或是有需要用到標籤記的朋友 趕快在7月4號以前 等一下喔 按一下就好了 那假如你身邊呢 剛好有在做烘焙啊 或是創業啊 或是需要標籤記 或是有需要標價貼紙等等的 趕快可以推薦給你身邊的朋友 在7月4號前 都有優惠 那看到這邊的朋友有福囉 我們本集要抽出五位幸運內分明 我們要送出我們的那個 卡報的內內專屬中秋禮盒 啊 講錯了 專武禮盒 然後呢我們會抽出五位 只要在留言呢 有提到SATO全大寫沙頭 然後任意留言可以分享這集的心得啊 新聞訂的什麼等等的 抽出五位 裡面還有一個很棒的神秘小禮物 趕快抽起來 好 趕快留言 大家有來逛啊 看電影其實也可以去找一下這邊好吃的 吃起來 好啦 大家晚安 晚安 欸 他搬家了耶 他搬來這個轉角 他本來在那個捷運口 搬家過後還沒有喝過 這邊變得很漂亮耶 我點鳳梨的 因為我不喜歡喝洋桃 還不錯喔 我覺得有半糖以上耶 他甜之魚 我覺得是因為有蜜餞過飽 他有點小鹹味 對 偏甜 可是滿濃的啦 嗯 就很像在喝很濃的蜜餞水的感覺 有 鳳梨蜜餞水 你要吃阿中麵線嗎 算是我們的定情麵線耶 你還記得嗎 對耶 是第一次還第二次原味 這是我們的定情麵線耶 這是我們的定情麵線耶 還有那個照片 那時候小憲哥很瘦 六十幾公斤 現在也要瘦回去了 他現在要九十囉 要瘦回去了 當初吃你覺得怎麼樣 那我覺得還不錯耶 嗯 其實還不錯啦 但是就 那還要再吃嗎 沒有 你們這個很 自己來吃就知道了 我小時候吃阿中麵線是坦白的 甜啊 多少錢呢 258 現在多少我看一下 看一下… 為了這個還掉頭回去看 怎麼了 六十 哇 小碗的六十 那小碗麵線跟掛包 你會選哪一個 掛包 哈哈 而且以前在路邊吃東那個綠色的碗 那現在都是用那個麵線 吃一吃又自己丟進去那個 水槽裡會瘦這樣 那我不要再說了 大家晚安 回家有媽 狂吃舌頭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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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